主校牙齿酸痛 我看到有人在挖大坝 有人在挖大坝 人在挖 看上去像人工在挖大坝 人工在挖大坝 人工在挖大坝 把他挖掉 人工在挖大坝 就像这个 这人工是谁啊 代表了毕丁钢 有的太小的坝 直接毕丁钢过去 就把它挖掉就可以了 用不着挖地了 用不着挖地了 为什么 为什么前面讲的 好多是要用到挖地呢 因为挖地要挖大坝的材料 要把它印走 那些大坝都是钢筋混凝土 什么之类的 会影响水稻 影响水稻 所以要把它印走 而毕丁钢呢 如果是普通的坝 没有多少固定的材料 毕丁钢测器下去拆就行了 然后就随着河流把它冲掉 是这么一回事 是这么一回事 知道了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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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